現在由ASDA宣佈了限購農產品後的兩小時 我們馬上去到倫敦Song 2的Saint's Resort 農產品貨架的狀態 番茄首當其中,所以沒有了 但見到其他的貨架都是空空如也 或者只剩下少量的貨品在架上 所以這個問題的確是嚴重的 也是繼雞蛋風之後 另一次英國農產品短絕的狀況 今次出現蔬菜坊主要因能源成本持續高期 部分本地農民減產應付 而且本地農作物的收成期都未到 至於進口農作物產地 如西班牙、摩洛哥的天氣轉動 而意大利又開始出現乾旱都大大影響收成 導致供應銳減 不過就不是所有超級市場都限賣的 沙律菜供應也很緊張 這個新鮮滾熱辣的農作物短絕坊 先跟進到這裡 因為始終太新鮮了 但雞蛋坊在英國仍然面對問題 我們立即看看究竟雞蛋坊在英國的問題是怎樣 對 各位好,歡迎收看Vlog Mike 今天這個排場大家都知道 一看就是講雞蛋了 我們今集就是想體現這個無聊事認真做 其實一點都不無聊 因為在這件事上 在我們籌備這一集的準備上 我們真的找了很多資料 亦都認識了很多關於英國的雞蛋 雞蛋在英國來說是一個非常不無聊的事 或者是英國把雞蛋的規格 放在一個非常高的規範中規範 所以今天除了講一下雞蛋之外 也講一下雞蛋的味道 其實是在過去五個月裡吃過的雞蛋 即是這裡很多 本來我想告訴大家 不同的雞蛋的味道是怎樣 蛋黃的顏色是怎樣 但因為時間下去 英國發生了一個雞蛋坊的事件 所以慢慢累積累積 我們也推遲了很多 這裡就是剛才說的五個月裡的雞蛋 當然不單是這裡 有些盒已經丟掉了 這些蛋盒有些是十二隻 有些是十隻 有些是十五隻 那為什麼我們從十隻買到十五隻呢? 沒有的 因為當時真的是雞蛋坊 完全沒有 即是在超市看到的雞蛋不多 我們看到有就買 所以嘈嘈嘈嘈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品牌 然後不同的尺寸我們也試過 是 主要在英國的超市買到的雞蛋的類別 通常會有大中小的尺寸分 亦都有些叫做混合尺寸分 之前我們一來到的時候 怎麼都買大蛋 因為其實價格都相對便宜 一開始買的時候 Saint-Series的十二隻大蛋 都是一磅二幾 即是減了價位一磅二幾 但現在已經是兩磅多了 所以在蛋坊的時間也有買 就開始買一些中小的尺寸 買一些混合尺寸分 即是這十五隻 就是三磅 就十五隻 我要補充一下 你剛才說的大蛋 一隻大蛋的尺寸 重量是63至73g 如果是中馬的蛋 就是53至63g 如果是小蛋 我們未買過 但如果是小蛋的話 重量是53g或以下 但我們市面上一般見到的 都是中至大馬的蛋 其實還有一個尺寸 它寫著 這是官方網頁 即是英國關於蛋的官方網頁 叫做Egg Info 它有一個很大的類別 就是73g或以上 就是很大 我們都未試過 所以剛才提到 在蛋坊的期間 我們試過不同的雞蛋 但怎樣會有蛋坊呢? 對,蛋坊 就是我們去年的9月10月 就打算做不同的雞蛋的口味 就告訴大家 味、顏色 但是雞蛋坊開始了 就是這個10... 看到貨架 都知道雞蛋坊的問題 是持續的 做一個禮拜看 這些超市 例如Lidl Tesco Sensuris 都繼續有蛋坊 但是這個禮拜 過了一個禮拜看 除了限賣之外 貨架 都經常長期短缺 究竟這個雞蛋短缺問題 何時解決到呢? 店員 都答不到我們 蛋坊 其實由俄羅斯入侵Wakland 的時候 已經開始了一個危機 因為肥料 就是那個價格 即是出不了口 即是供應的問題 令到歐洲的雞 的滯養成本 就增加了 所以雞蛋的價格 也慢慢提升 但是雞蛋坊 就是因為這個禽漏感 因為近年比較嚴重的 一個爆發 禽漏感爆發 特別是在歐洲 之後 英國也有禽漏感的情況出現 雖然禽漏感 對於人類的影響 相對低一跌 但是對於家禽來講 其實影響很大 也有很多殺雞的情況 所以雞的數量也減少 所以雞蛋的供應也減少了 而前陣子我們看到很多超市 都是限購 限購之餘 而且貨價是空空如也的 其實由10月開始到現在 供應還未回到之前 那麼正常 剛剛我們去完超市 都看到其實非常之急 是的 供應很不穩定 而且我們就算是問職員 超級市場的職員 他們都不能夠答到 什麼時候會有貨幣 有多少貨幣 他們的建議是 有啊 你不如先買一盒先 定不住試 但是真的看到很多人去到 都買不到 是的 所以我們看到 供應越來越少 令到價格不斷提升 所以現在看到 就算是瑪莎 即是瑪莎 即是瑪莎十五隻蛋 都不是經常都有 現在有的 都是三磅零七的位置 所以其實看到價格 仍然是一個非常之高的位置 我有一個數字補充 就是根據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即這個Department 政府的部門 他們的數據就是去年 全年英國雞蛋的入盒量 有8.69億盒 一盒就說12隻 大家乘回12隻 就知道大概全年有多少隻雞蛋 剛才按一按計算 大概是全年入盒量的雞蛋 就是104億隻 但是按年這個數字 比起2021年其實是跌了7.8% 尤其是在第四季 因為入盒量明顯減少 按年是少了12% 所以大家想起去年9月到12月的時間 是很難買雞蛋 而數據亦都證實了這一點 而在價格方面 剛才說雞蛋都少了很多 在價格方面 如果英國農場雞蛋的平均 每一盒售價是111.1便市 按年就升了26% 按季如果只是計第四季 跟第三季比較 都升了12% 你可以想想如果英國農場 賣一盒蛋都要181便市的話 我們在超市買到的零售價 當然是更加高 數據補充月筆 所以說完數據 我們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我們2021年7月到英國 剛好看回數據 那時候的入合量 是正數的 亦有少許換步的上升 所以那時候 經常有些減價 所以剛才說的 一磅一幾的 12隻大彈 都有做到的 所以 數據來看 其實由2021年開始 都是-3% -6% -9% 到第四季是-12% 所以見到價格 是不斷推高就是這個意思 那最近呢 我們這幾天 我們去超市市場 其實都發現 有另一個Lotis Lotis 就是說 現在的雞蛋的標籤 有些改變 放寬了 亦都是因應 琴流感的關係 所以 當局是要求 所有的加琴 在英格蘭的加琴 都是需要在那個班上 養 即是不能讓它們 自己到處走 所以 以往這些 Free Range X 是16個星期 即只能夠 不多於16個星期 在那個班上 才可以叫做 Free Range X 但是現在呢 放寬了之後 就是說 即使你在那個班上的時間 長了 但是暫時 都可以讓你叫做 Free Range X 對 那些Label 即是新的標示 都有提及到 這個新的指示 所以 就算現在的雞蛋盒 寫著Free Range X 也好 其實裡面 那些蛋 都是一個Barn X 剛才說 英國的蛋 非常認真地去做 因為有一個機構 類似是一個 類似是Q-Mark保證 即是Line Mark Line Mark 裡面的 那個Code 是輸出給你看 究竟是什麼指示 裡面的 那 拿著這隻蛋來看看 現在 英國的雞蛋裡面 都有90% 都是有這個獅子的印仔 這個Line Mark 有這個Line Mark 的意思 就是說 確保 他們的雞 生這隻蛋的雞 是打了針 打了針 去預防 沙門時菌 對 根據 那個什麼數字 UK 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 就是那個Code 那剛才說 本身FREE RANGE 的話 代號就是一仔 現在就說 已經有很多 二仔雞蛋 出來 那二仔雞蛋的意思 就是 Barn Egg 即是農場裡面 養的雞蛋 我們說多一點 雞蛋 Line Mark 的密碼 英國 就是它的 國際 就是它的 來源地 大部份 的雞蛋 其實都是英國做的 對 即是英國的 食用的雞蛋 或者 食用的雞蛋 基本上 90% 都是英國自己 自給自足到的 對 就是這樣 最後 23407 就是農場的Code 所以就告訴你 一隻雞蛋 這個 Line Mark 其實都已經 有很多 資訊 在這裏 Line Mark 就是 講完了 但是其實 在英國的 農業市場裡面 曾經 在去年年底 有些爭論 就是因為 剛才說過的 那個標誌 就說 將那些 FREE RANGE Eggs 放寬了 變成Barn Eggs 都可以 這就是歐盟的議案 英國農夫就緊張起來了 因為現在英國脫勾 這樣的話 英國農夫 競爭力低了 所以 英國政府 也都是 臨時放寬措施 就被 FREE RANGE的雞 生的蛋 就變成 一個Barn Egg 已經因為 進去Barn裡面 但是 都仍然是 FREE RANGE Egg 去賣給大家 所以 這個 變相是 增加了競爭力 但是記住 這只是臨時措施 對 因為純粹是 因應 禽流感的措施 我們看到一些新聞 就說 寬限期 去到二月底 就完 所以到時候 如果是真的話 到時候 他們是要再 重複製 那個盒 即是說 如果你那個 真是Barn Egg 真是 在室內 自養超過16星期 沒有雞所生的雞蛋 你不可以當作 FREE RANGE X 這樣去賣 究竟 是不是真的 英國政府 是願意 可以 給 有一個 permanence 的放寬 好似 歐盟 這樣做 或者仿效歐盟 那個指引 暫時還是未知 好吧 我們就嘗試 做些蛋 給大家看看 究竟 哪一種 蛋白和蛋黃的顏色 香氣 告訴大家 本人最喜歡 都仍然是 Clarence Court 實在是非常之好吃 但這隻 Clarence Court 是我們吃過的雞蛋裡面 最貴的 是 超級貴的 平均一隻雞蛋要5元 5元港幣 5元港幣 如果是性價比比較高的 其實我喜歡 Golden York 和Happy Egg 對 Happy蛋 也很開心 大家吃的時候 我們就給大家看看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起水 很快 早熊 小魚 每天 都要在營養 小魚 小魚 自然 自己 在餓 我们就试了几剩给大家看 看看大家各人不同口味 可能你喜欢的鸡蛋浅色一点都可以 有个小小提示 究竟鸡蛋怎样才为新鲜 可能你照尾也不能照尾它是否新鲜 有最早日的 那有什么方法呢?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把鸡蛋放进水里面 如果鸡蛋浮的话 就代表它不是太新鲜了 为什么呢? 有个原理 因为鸡蛋的壳是被吸气用的 所以如果鸡蛋放得太久 就变成空气进入鸡蛋里面 所以如果它不新鲜 或者是老了 它就会浮在水里面 所以沉的话 就是比较新鲜的鸡蛋 就是那个空气会增加 令到鸡蛋浮 因为它放得太久了 最后我们讲一下 如何存放鸡蛋会比较好 虽然看到鸡蛋上也有个 Best Before Date 不过Lionmark的机构提议大家 不如把鸡蛋放在冰箱里 冰住会比较好 虽然它说冰住比较好 但英国的天气 其实普遍都是20度以下 所以冬天或不是盛夏 不是热浪的时候 其实放在室温都一定是没问题的 虽然你看到超级市场也是直接放在这里 但超级市场的温度是比较常常 即是恒常一点 恒温 是不是叫恒温 恒温一点 不会很反映 如果你说热浪的时候 30多度放鸡蛋在家里 当然不好 最好放在冰箱 但如果冬天的时候 其实20度以下 放在室温都是可以的 最后给大家一个有趣的事 刚才说为什么英国这么关注鸡蛋 用整个制度去规管 也有原因 因为英国人都非常喜欢吃蛋 数据就是由2004年到2021年期间 其实人均食用鸡蛋的数字 是有提升的 就由每年人均食171只 是去到202只 所以为什么真的要这么关注鸡蛋的安全呢 是这样的 好了 那今集这个鸡蛋的vlog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我们买了这么多鸡蛋 其实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煮了什么 人家关注鸡蛋 在这里 кож锅 现在直接America 跟他们在身体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